LPGA台灣賽 曾雅寧拿下了第三名 離開台灣前呢 還不忘推廣 國產品擔任台灣精品館的一日館長 還掛保證呢 只要是MIT 就跟妮妮一樣 絕對是品質優良 台灣高車小婷后 曾雅寧剛結束LPGA台灣賽的賽事 難得回到自己家鄉 她趁著這趟旅程離開台灣前的空檔 馬不停蹄來到台灣精品館 擔任一日館長的工作 要不跟她一樣來自台灣的優良產品 掛保證 每次跟她們講到這些品牌 我都覺得是很開心 很驕傲地跟她們說 這些都是台灣製造的 雖然身為世界球后 但小妮子平日也喜歡下廚跟騎腳踏車 當作休閒時的活動 而且不但自己使用MIT的產品 也會將這些台灣精品 推薦給新科LPGA台灣冠軍Susan Peterson 等其他外國選手 我跟主持人因為我們離很近 然後我們兩個都要騎自己做 然後我記得她好像也是用捷運 連續兩項賽事找回手感 雅妮對自己的信心也逐漸回升 對於自己的球後寶座 她也擬定了作戰計劃 像我這幾場也是非常努力在打 那接下來還有三場比賽 所以希望可以贏個一兩場 應該就還滿有機會的 回台短暫停留後 這個禮拜曾雅妮就要到日本 繼續她的征戰之旅 接下來球迷們都期盼 她能在球季末來個拉尾盤 再度展現球後的霸氣 UGN TV 鄭維倫 吳敏心 台北報導 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